看一下10塊錢在深圳能不能吃一餐飯 現在身上只有窮的只有10塊錢 是在光明上司家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深圳的 可以說比較偏的一個地方 就是深圳的邊緣地帶 就很多上班的人 如果不做飯的話 都是吃這種快餐的 就這裡吃 人還是挺多的 兩分兩素9元可以吃到 三分一素10元 隨便打吧 打一個魚頭 放到這上面呢 生菜 打一個花菜 花菜嗎 等一下還沒付到錢 可以了 打包 剛好10塊 放一點辣椒 放一點辣椒 放一點辣椒給辣椒 放一點辣椒 好 拿個杯子啊 我去裝了 我省得難麻啦 看你 沒辦法 我還想賣菜 到了 意級收看,19元 吃個吃 2分2售9元,3分1售10元,3分2售12元 打吧完成,刚好10块钱 已经打吧回来了,1分是10块钱,1分是9块钱 这个鱼头的是10块钱,这个是9块钱 在深圳还能吃到这样的快餐不错 他说当班就喜欢搞那个香港老板 他以前开过车嘛,把他吊到钱 他故意把手刮一下,他叫香港老板 他去抓那个,还可以喂的 他去抓那个,是抓人家买马的 抓到一个法国家买 老板是哪里的? 广东 广东本地的? 嗯 性价比比较高是要他这一家 前面都说,现在什么菜都长了 我说你这个不长 他说不长了,不是那么近 他都是熟人的 他做的都是熟客 他做的都是熟客 他怎么开车又不是,又 那不是跟你一样开车? 谁? 没有 没有 他很少不过吃啊 回家买不好吗 回家这个 在深圳很多不做饭的话就是 吃这种快餐过乐子的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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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哟 像很多 在深圳 公司不包吃的话 如果你又不带饭的话 那只能在外面吃这样的快餐当 其实在外面吃快餐当 最怕的就是油不好了 其他的倒没什么 那 就怕地沟油了哈 嗯 把它地沟油就吃的不舒服 现在的地沟油不叫地沟油 叫什么油 改了名气了 也叫食用油 地沟油也叫食用油啊 不是啊 这么黑 以前在富士康上面 那些小堆车那里面的油 我有一次吃了 吃了一次吃了他妈生病了 哇 就吃了一个蛋的话 你在富士康做过吗 你在华为做过吧 富士康身边不是华为吗 你在华为干了多久 一年 嗯 那啥还是比较早的哈 做那个 嗯 最早 我叫人家富士康 啊 富士康的伙食怎么样 富士康 都是市能城堡的 嗯 华为也是 嗯 你是在总部还是这样的 华为总部 是什么时候的 是什么时候的 好多年啊 零几年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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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快餐的话 在 关内是吃不到啊 在关内 是吧 嗯 有个华 关内至少要三四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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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内的价格要贵很多 嗯 嗯 所以在关内如果 每天吃快餐的话 这个 餐费都不少 嗯 嗯 嗯 那边上次喝点点吧 嗯 嗯 把这放在里 那里 四十多块 两个块餐四十多块 一个 哇 误会 嗯 吃的比较好的 那个吧 没有 都是那样的 那不允许用小的车搞嘛 嗯 那里面人家有电嘛 我们去那里吃啊 那里有快餐大饭一样嘛 主要是电租太贵了 所以这个价格就贵 这边电租应该便宜很多 我现在看好多 我后面想这样 家里卖那些二手的好不好 应该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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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边起 人家说 从城内这边 把它弄到家里去嘛 二手的可以啊 你家里有吗 应该有 应该没有吧 你那边 跟仁村可能好一点 是啊 弄到正上嘛 家里就是 县里面的这人 年轻人他 也不喜欢二手的吧 在这里 现在你说 要他说 承认是买一个二手的东西 有些人他放不下面子的 对 人家过日子人家说 大口平面 过日子那啥 哎呀我坐一下 别挡大了 坐下来吃一下 嗯 其实味道我觉得还不错吧 家里面的那种味道 刚刚听我这个同学讲了 这个老板价格也没有去涨 还是维持以前的价格 现在十块钱能吃一个鱼头 还有一些素菜了 菜其实是蛮多的 吃不完的 我点到三个菜 吃完一个午饭了 很简单 在深圳这边 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 其实吃饭或者出行 都是讲究效率的 吃饭都很快 十多分钟就搞定了 或者说十分钟之内 就把饭吃完了 就填饱肚子就OK了吧 讲不到那个什么 享受生活这个事情了 深圳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 很多人就像我这样子的 就吃快餐度乐的 有的人勤快一点 可能晚上还会做个饭 但有些人没有这个条件 或者说没时间吧 就是早中晚都是在外面吃的 一乐三餐都是在外面吃 你回家煮饭的话 如果你回了晚 或者说你比较忙 比如说你送快递的 是滴滴司机啊 这种的话你只能是吃快餐的 常年吃快餐的 因为你没有时间休息去煮个饭 怎么样子的 只能说打这个快餐比较快吧 打回来然后随便爬两口 就要去工作了 这个就是生活 这个就是深圳普通工心煮的一个 吃饭的一个场景吧 很多人相信很多人都是跟我差不多的 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 你可以享受到很好的美食 在深圳这个地方 在深圳这个地方 如果你有钱的话 什么都可以享受得到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 如果你没有时间精力的话 你只能吃这种普通的餐 你只能吃这种普通的盒饭了 在深圳能吃到9块10块钱的快餐 是比较少见的吧 在关外这种比较偏僻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光明啊 可能在深圳的龙港那边 平山那边可能有这种便宜的快餐 如果在关内是吃不到这样的价格的 起码15块起吧 或者二三十块钱都是有可能的 OK这一期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拜拜